其次 你在校花大赛上获得了金奖 这又算一次吧 不是 我得不得奖 跟你的命运转折有什么关系 不是 太有关系了 正是因为你获得了金奖 我才发现了你 认识了你 我才知道 自己真正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莫德 你没毛病吧你 不是 不是 我 我有什么毛病 你不知道 当时我们全班的男生都觉得 获奖的一定是那个舞蹈系的李娟娟 可没想到 最后一宣布你得了金奖 我还收了两千块钱呢 但无所谓 当时我就觉得 我的眼睛一片光明 有你 才是我真正追寻的方向 起开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说 我 我又转折了 你赶紧转 你赶紧转到谁那儿转到谁那儿去 又被人跟我说对不起 我转出特战大队了 你说什么 我离开特战大队了 刚刚通知我的 今天晚上就转到机部一营 你不知道 我是盼星星 盼月亮 终于是脱离苦海了 我正想一个人好好庆祝一下 这不就碰见你吗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走 一起 不是 你干吗呀你 我想臭你 不是 不是 我 我 我又错哪儿了 现在看来呀 这个获得不是不行 而是不想干 否则的话 他不可能通过 新兵两个月集训的考核呀 为了一个女孩子 能发挥这么大的潜质 也算是难能可贵啊 反正他到了机部营 如果再吊当当的呀 那营长迪龙 不会给他好脸子看 到时候再说嘛 报告 进来 有事儿吗 长官 我想调到特种兵大队 报告长官 士兵爱家 请求调入特种兵大队 特种兵大队 没有女兵名额呀 我明白 但是在此之前 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 也没有专业化的蓝军部队 这是两回事儿 周围 我想当特种兵 特种兵大队 目前不需要女兵 我明白 但是战争 离不开女性特种兵 你说得对 女性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 会越来越重要 但不是说你今天提出了要求 我们就必须满足你 特种兵训练场 连女厕所都没有 我不在乎 不是你不在乎 你一个人编进了特种兵大队 那住房 卫生 训练计划安排 作战编程 都得为了你而改变 你明白吗 明白 明白就回去吧 你们说的话我明白 但是你们不明白 我会如何克服这种困难 改变这种现状 不是你如何改变 你如何克服 你一个人编进了特种兵大队 那那些男性官兵 都得为了你而改变 为了你而克服 你还不明白吗 外交 我知道你的脾气 但是任何事情呢 不是你想做 就一定要做到的 我跟政委呢 都不同意 你当特种兵 可是旅长 我们不争执了 现在你需要做的 是闭嘴 听我口令 向左转 目标 女生宿舍 跑步 走 是 暴君 你听见了吧 他说你是暴君 你客气了 他说的是你 他说的是你 吃饭之前 我跟大家讲一下 子彦 挨家呢 报告队长 挨家半个小时前 离开宿舍 就没有回来 去哪儿了 不知道 到吃饭时间了 到吃饭时间了 你们先吃饭吧 我去找找他 要不我们也去吧 不用了 我去 开饭 开饭 走 你们两个跟我走 开饭 走 两个小时 是你如何改变 你如何克服 你一个人编进了特种兵大队 那那些男性官兵 都得为了你而改变 为了你而克服 你还不明白吗 我知道你的脾气 但是任何事情呢 不是你想做 就一定要做到的 我跟政委呢 都不同意你当特种兵 我们不争执了 现在你需要做的 是闭嘴 刘主任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 我随便出来走走 已经到开饭的时间了 你知道吗 我不饿 你不吃都没关系 可是你以后出去干什么 必须跟班长或者是队友说一声 大家都在找你 你知道吗 对不起 刘主任 我下回一定注意 行了 回去吧 子燕他们已经把你的饭 拿回宿舍了 赶紧回去吃吧 谢谢刘主任 刘主任 再见 还好 你把这儿拿卖 怎么还要在看 我去吧 好 好吃 谢了 你跑哪儿去了 我以为 你跟那个霍德私奔了呢 我就是跟谁私奔也不跟他 还行 还行 我觉得那个霍德 对你可不是一般的疯狂 你可不是一般的疯狂 他就是一软骨头 我不喜欢那样的 你说气不气人 他居然离开了特产大队 啊 什么什么 他不当特种兵了 谁知道呢 菜都凉了 我给你认试吧 不用 我将来是要吃生肉的 这些凉菜生饭算不了什么 你什么意思呀 我没什么意思呀 行了 你们赶快绑你们的去吧 我吃完了以后 我自己收拾 看什么呢 赶紧走了 马上熄灯了 等等我 班长 再来给你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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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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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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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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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